中美展開了疫苗外交大戰 美國總統拜登高調的宣布 要向全世界捐贈出5億劑的疫苗 要跟中國一別苗頭 但是卻在此時有一個國家 在這場中美的疫苗大戰當中 變成了全世界的目光焦點 這是一個小國家 它位在加勒比海 也就是南美洲的一個小國家 叫千里達 千里達它已經獲得了 中國30萬劑疫苗的援助 而如今美國說 我也要送給它疫苗 然後中國你不知道疫苗大戰嗎 中國送了多少 30萬劑 美國送多少 送了80瓶 只有80瓶 真的就80瓶 80瓶什麼分量呢 一瓶小小的疫苗 輝瑞疫苗 它可以分給5個人來打 所以80瓶就是打400次 400次什麼意思呢 200個人它完整施打的份量 就這麼少 為什麼美國給這麼少的疫苗呢 國際情勢專家就分析 他說這是美國 近乎侮辱的外交動作 不是真的要給你疫苗 也不是說未來不會再多給你 而是透過這個動作 要警告這個位在美國後院的國家 要離中國遠一點 在千里達這個小國家掀起的 中美角力戰 今天的大世界話題呢 我們就帶您一塊來看 我們首先來看看 這80瓶的疫苗呢 現在呢引發了這個大家熱烈的討論了 怎麼這麼少 我們來看這就是美國呢 駐千里達與多巴哥 這個國家呢 它的全名叫做千里達與多巴哥 簡稱千里達 這個是美國呢 駐千里達的大使館 他們的推特正式宣布的 就您可看到的 那巴拉巴拉講很多 然後呢重點就是 它也要送給這個國家疫苗 送80瓶的輝瑞疫苗 那80瓶這個數字呢 馬上就很多很多討論了 400劑嘛 就讓200個人來接種 那千里達 雖然它也是一個小小的島國 但是呢 它的人口有多少 它有一百四十萬人 相當於大約我們的彰化縣的 一個人口數了 一百四十萬人 那怎麼分你這四百劑 杯水車薪嘛 所以呢 現在國際情勢專家就講啦 他說這根本就不是要給你疫苗 而是呢 我就是派一個這個 透過這樣的一個 送你疫苗的一個動作 背後有非常多的政治含義了 那當然你送這麼少的一個 這個疫苗呢 馬上呢 就是中國撿到槍了 我們來看看下一張 中國呢 馬上就說了 哇你這個還什麼疫苗大戰 我們送了三十萬劑 那你不是應該要送更多嗎 這個美國耶 這麼大的國家 送80瓶 80瓶什麼意思啊 80瓶真的很少耶 還有人這樣講說 輝瑞疫苗呢 一箱有幾瓶 一瓶一瓶小小瓶嘛 輝瑞疫苗一整箱有195瓶 那你要送80瓶你還很難送耶 你幹嘛不送一箱你就算了 送個80瓶 然後呢 80瓶你怎麼送 你還要把一箱拆開來 你還要把一箱拆開來 80瓶算出來 哎呀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還要算一個80瓶 多難搞啊 然後呢 所以我們看到中國的官方媒體 馬上開始諷刺 新華社就說了 中國啊 美國啊 給的少 但說的倒是不少 這個拜登不是說 他要送五億劑嗎 說那麼多 但給這麼少 那中國日報呢 他說 哇你這樣的量啊 就像是 送給一家養老院的一個量 就兩百個人打嘛 就這樣 怎麼那麼少 然後呢 我們看到 還有中國的官媒就講了 這個很諷刺的 千里送鵝毛 李清情義重啊 小小80瓶 但是我意思到了 那很多的網民就覺得 看了那個數字 覺得很荒唐的一個數量啊 所以就說 後面是少了幾個零 但是呢 我們來看 國際情勢專家 就這樣分析 他說 特別送輝瑞 因為呢 之前我們看到 這個美國 還有很多這個嬌生嘛 莫德納嘛 你看像他 送給這個南韓 就送了莫德納嘛 那為什麼偏偏送輝瑞呢 他說其實是 因為他的名字很有玄機 輝瑞是什麼樣的 一種技術的疫苗 mRNA 這種技術呢 m 前面那個m 什麼意思啊 就是messenger的意思 信使的意思喔 那這種疫苗的技術呢 當然就是 呃 他就是 讓你的這個人體 他就是一個信使的意思嘛 信使疫苗 他就是在你的人體呢 這個打了疫苗之後呢 他就告訴你 送了一些 這個小小的一個 這個技術的東西 然後呢 然後呢 讓你人體呢 就送信的意思 然後讓你的人體 趕快產生抗體嘛 所以這個m是這個意思 所以呢 他說哇 這個黨 感覺當中的含義就是呢 要這個 要這個小國家 呃 在美國後院嘛 在這個中南美洲 要離中國遠一點 所以呢 他們才會說 這個拜登總統 用了這種非常侮辱人的 一個方式喔 那當然呢 這個千里達 這個國家 他跟美國呢 打交道已經很久的時間 他一定聽得懂 美國老大哥的意思 儘管仍在歐洲 形成滿滿的 美國總統拜登 先前仍不忘大方宣布 要向全世界捐贈 五億劑疫苗 正當全球 因盡期盼著 美國大量疫苗的到來之際 南美洲有一個國家 千里達與多巴哥 當地的美國大使館 卻發布了一則 令人驚訝的消息 美方宣布 捐贈給千里達的 輝瑞疫苗 一共八十瓶 引發嘩然 大批網友議論紛紛 有人反諷 是不是後面 忘了加幾個零 還有人直言 如此羞恥 不知道為何還要公告 由外媒者分析 一箱輝瑞疫苗 有一百九十五瓶 要捐八十瓶 還得從冷凍庫拿出一箱 打開後取出八十瓶 剩下的再放回冷凍庫 另外再找個小儲存箱 包裝好八十瓶 以公寓的方式 寄送到千里達 有網民甚至下車 用便當盒裝就醒了 事實上以美瓶為五劑來算 八十瓶總共有四百劑 等於只能為兩百人完全接種 但千里達人口有一百四十萬 明顯差距根本無法紓緩疫情 卻未聽見千里達太多不滿聲浪 該國政府甚至出面解釋 並非美國小氣 八十瓶疫苗只是送給千里達 國安部的小小禮物 對此當地媒體也僅以平鋪直訴 報導消息 外界因此分析 美國捐贈八十瓶疫苗的用意 確實並非紓緩疫情之用 拜登這種近乎侮辱性的外交動作 其實是要警告千里達離中國遠一點 再經過外界細探 輝瑞屬於mRNA疫苗 第一個字母的m代表的是messenger 信使的意思 意味著這是美國老大哥 要傳遞的重要訊息 拜登大打疫苗外交戰之下 外界解讀這位在美國後院的千里達 就是戰場之一 尤其5月中旬 千里達收下了中國一份大禮 一共十萬劑國藥疫苗 接著千里達又向中國加碼 二十萬劑訂單 目前也已經抵達千里達 和美國的八十瓶比起來 差距懸殊 當然遭到中國媒體炮轟 美方送出的八十瓶疫苗 背後意義警告意味濃厚 加上美國副總統賀錦麗 甚至早已打算南下出訪拉美國家 鞏固地盤 這種種動作 無意就是防堵 中國勢力滲透美國後院 三立新聞 成了不到 好我們看到了這個是千里送信使 這八十瓶的輝瑞疫苗 它背後代表的是很大的一個政治含義 那我們就要帶您看到千里達這個小國家 為什麼呢還要這個美國用這樣的方式呢 要警告它離中國遠一點呢 我們來看它的戰略位置了 我們來看它的地圖 剛提到它是加勒比海的一個小國家 那我們來看到它的位置呢 其實為什麼講是美國的後院 美國在這裡 那整個中南美洲都是它的後院 那現在呢千里達的位置在這個地方 這裡呢是委內瑞拉 千里達這個島國呢 它就是在委內瑞拉的近海上 他們只隔了一個小小的一個小小海峽 好那為什麼它的重要性呢 我們來看到這個其實呢 戰略位置在這裡 大家看得出來在這 那這裡呢當然就是歐洲啊非洲啊 大航海時代 千里達的一個位置呢 就是這些歐洲人 他們要探索這整個世界呢 很重要的一個戰略位置了 十六世紀的大航海時代 我們看到包括西班牙 荷蘭 法國 都曾經殖民這裡 搶來搶去搶來搶去 你搶來我又搶去搶來搶去 大家都搶它 因為它的位置呢 非常非常重要 甚至呢還有人形容說 這個千里達呢 就是你要進中美洲 南美洲一個枢紐位置 大家曾經在爭搶它的殖民地 後來呢在二戰時期啊 在這裡也成了很多的一些這個 國家呢 都把這裡的軍事基地 設在這個地方 我們剛剛也曾經看過 它的一個很重要的地理位置了 所以呢 這裡曾經有大家的一個軍事基地 都在這 最後呢這所有的軍事基地 很多都是英國的 被美國通通收編 所以呢曾經 極盛起啊 這個美國在千里達 有兩百多個軍事基地 當然還有大批的駐軍 後來呢因為千里達 它國家獨立了 所以呢這個美國的駐軍 就徹徹徹徹 最後撤光 那後來千里達加入了大英國協 目前呢是大英國協的一個國家之一 好那麼這是整體來講 這個千里達它的一個地緣政治當中 很重要的一個位置 那麼也因此呢它這麼樣的重要 所以呢變成了兵家必爭 我們來看到過去呢 它最大的貿易夥伴 其實是美國 那這個小國家 雖然它的一個這個位置很小 它位置很重要 然後它的國家的一個面積並不大 但是呢我們來看 它其實是一個有錢國家 因為它有礦產 它有石油 它有天然氣 它的一個人均GDP所得呢 是一萬七千美元 在整個中南美洲當中 它算是很有錢的國家 那過去呢我們看到了 它跟美國是最大的貿易夥伴 然後又因為它的戰略位置很重要 所以美國一直想要再回來 設軍事基地 一直想要跟這個國家呢 保持良好的關係 為什麼 因為它的位置如此重要 他們這個美國呢 希望可以hold住這裡 不要再讓這個後院呢 出現像古巴一樣 第二個古巴 所以它非常希望可以在這裡 再設一個軍事的門戶 那麼甚至呢也派出了賀錦麗 即將要出訪中美洲 但是呢千里達 卻是在過去的一段時間 跟美國越走越遠 跟中國越走越近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到其實呢 這個千里達是一帶一路 最早的那些國家名單當中 它最早加入了一帶一路的 一個計畫當中 那中國呢 就在這樣的一個計畫底下 在千里達做了非常多的基礎建設 也有很多中國很大型的企業 在這裡都有據點 比如說像是華為 華為也經常在千里達辦 他們手機的發表會等等 所以呢現在中國是千里達 第二大的貿易夥伴 而且呢不只是一帶一路的合作 也因為地緣關係 千里達跟委內瑞拉走得很近 委內瑞拉呢 跟美國的關係也非常緊張 因此呢有這樣的一個關係呢 讓千里達跟委內瑞拉 同時跟中國現在的關係 越來越友好 那麼也因此呢 在千里達又出現了 中美大國角力的狀況 這裡是南美洲加勒比海國家千里達 大多房子屋頂都是層層交疊的紅色屋啊 教堂林立街道風情充滿歐洲氣息 千里達16世紀成為西班牙殖民地 後來被荷蘭及法國侵占 19世紀初又一度被英國所殖民 直到1962年這也是獨立 美國則是在二戰時期 在此得到多座軍事基地 1970年美軍全部撤離 1976千里達加入了大英國協 歐美國家的影子持續留存在千里達 而強權一再再的入侵 因為這個島國擁有著 絕佳的戰略地理位置 千里達西邊是加勒比海 東邊則是大西洋 就在南美洲大陸的東北部 正好和委內瑞拉隔海相望 從航海時代的征服者 到現代的國際投資者 要進入拉丁美洲千里達 宛如旋轉門是外界的必經之路 就位在美國後院又盛產石油的千里達 最大貿易夥伴 理所當然一直都是美國 但因為更近的地緣關係 千里達的貿易也是十分依賴 和中國長期維持良好關係的委內瑞拉 使得千里達和中國越走越近 就在中國一帶一路正式成立的前一年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當時滿滿誠意 除了帶著夫人彭麗媛 身邊還有王毅 劉鶴 楊潔篪 栗戰書等高級官員 一同訪問千里達 最終順利讓該國成了首批 加入一帶一路的國家 拉美和加勒比地大物博 發展條件得天獨厚 是最具發展潛力的新性地區之一 依千里達為墊腳石 中國成功登陸拉美各國 頻頻在美國後院建立據點 還獲得授權在美洲赤道區建立衛星接收站 藉此發展中國的航太級國防工業 中國在拉美的各種動作 讓美國在近年加倍警覺 美國總統拜登 2013年還是副總統之際 實際上也曾訪問過千里達 極力表達友好關係 當時美國拉攏拉美國家 背後原因則是美方 長年想在此區建立軍事門戶 以防後院淪陷 出現第二個古巴 危機巴拿馬運河 但美方至今仍未有具體進展 反觀中國能在此迅速砸根 因為遺忘都帶著滿滿誠意 我們一直同意 要積極推進在基礎設施建設 能源 礦產等重點領域合作 不斷開拓農業 通信 新能源等 互利合作新領域 習近平大撒鈔票支持當地基礎設施 讓千里達和中國的關係 越來越親密 美方則是早已崩起神經 疫情之際 北京又大方向千里達 送出多達30萬劑疫苗 身為美國後院大門的千里達 步步靠攏中國 就在美國也準備大展疫苗外交之際 在這場美中角力戰場中 千里達扮演著極為關鍵的角色 在那些我們取得到